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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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万没想到 孟伍达在石家庄台神医传奇的时候 吴孟达突然的倒下了 于是吴孟达被连夜送往香港的医院 因心脏衰竭进入加护病房进行急救 后来晚上两次传出吴孟达的死讯 吴孟达在鬼门关走了两回 身子瘦了很多 但精神还是很好的 吴孟达后来在马来西亚养病 抽烟的坏习惯全部戒掉了 还找师傅学习起功 十点前吴孟达肯定睡觉 但是吴孟达唯一喜欢的就是打牌 因为打牌制白病 吴孟达也觉得自己永远28岁 还对牌友们说 不要截胡我 我有心脏病 后来吴孟达参演香港仔 获得第51届金马奖最佳男配角 后来吴孟达对周星驰说 只要我不死 还会合作 这就各自不正好挑明了 吴孟达跟周星驰之间的关系是真的非常铁 在香港电影鼎盛时期 吴孟达与周星驰的合作 成为搞笑无厘头的黄金搭档 吴孟达踏入领坛45年1973到2018 其实吴孟达没有真正主演过任何一部电影 权益配角的身份出现